畢竟這也是他的 就是他自己爭來的一個 他自己的象徵 所以最後 沒有 佛根最後是選了 艾瑞麗亞 然後是走上 所以中路也是讓給了米莎亞 他還是用他最喜歡的Skin 在Toys這邊 米莎亞也是拿了自己 最後在 退役前非常的Man角 的卡薩丁 卡薩丁其實在 這個版本在昨天的比賽之中 基本上也都是沒有一場被放出來的 兩方 六連殺還是一樣 要來互換BUFF了嗎 兩邊都選擇路區 對方的紅區 然後現在 可是 Archie這邊一個人在後面 斷後看一下對方有沒有 從後面落進來做包夾 所以看一下 艾瑞這邊是由佛根打上路 在中路這邊是米莎亞 那 這下路的雙圓線組合是一樣的 而Trunkle的地方是由 Archie跟無狀態去擔任 對 那其實 兩隊都有選擇理心 那無狀態的 這個兩個 原本的中路選手都不願而同 選擇了理心 然後走上了打野之路 那這個 而且 而且Videason在那個 丹門面前拿理心之外 也算是蠻 蠻 蠻有種的 對 那 丹門這邊是沒有選擇了理心 是選擇了 伊莉絲作為打野 可是在FIRE這邊的兩隻打野角色 其實都是相當的兇狠 那就要來看一下前期的配合 因為這兩隻角色 在穿梭野去的能力 絕對會比潘森家裡的更高 在雙Jungle這樣子的模式下面的話 你基本上會少 你的那個Jungle本身會少一些 等級上這樣的經驗喔 Shire拿出他 之前在新生兔的時候的Man腳 欸 看了一下結果走掉了喔 沒有發現說這邊有被入侵這樣子的 所以是看 應該是有看到 可是覺得自己一個人應該是阻止不了喔 因為 因為眼睛 眼睛的部分是在紅區是 呃 在FIRE這隊是把眼睛擦在對方的紅區 所以自己的紅區是沒有視野喔 要確定對方是否是否有來搶自己的這個BUFF 上路這個對線組合也會讓人感覺想起 以Season 2那個時候那個版本的之中 上上伊瑞莉亞跟傑西兩隻角色 然後現在Toys對上Misaya 兩個人都拿出自己的Man腳 又連殺模式反而是這個 余生直接走出來一個Q1中 Q2直接換掉了非常多血量Toys 因為他一等點的是E技能喔 所以他沒有辦法提供太多的傷害 我配合狂風暴雨的E技能 在用Toys的一個QMisaya 血量被削得非常的低 下路這邊似乎也有一點點戰士嗎 我又有看到Ping點 中路還是這個OB的注目焦點喔 那在血量上面 出勾 美萊勾到了但是上面這邊 Q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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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稍微有點落後了 他把 把虛弱給交在Double Leaf身上了 而且QTV的 呃 亞歷斯塔的水也喝光了 血量是偏低的喔 在換血上面 艾斯隊的下路組合 達到一定的優勢 這個出勾 勾到微笑 血向勾到微笑微笑 還有位移技能 QTV一個空Q 哇血量有點低被迫交出閃現 而且治癒也放掉了喔 這邊微笑也放出治癒 而且其實 因為QTV他 兩人的時候 點的是一技能 所以他沒有辦法做太多的事情 這邊fine隊 兩隻組合直接過來 阿琪也是被針對上去 出綁 沒有綁到但是 武裝才有點危險 這時候武裝 掉他進去 WOW 現在兩個李星都死了 之後 米薩先到了 這樣究竟 哇這個 這邊打 Volgan這邊也擊殺掉了伊莉絲 但是 緊接傳送過來的是Shine 這邊還是兩個人打一個 Toyce這邊 成功的幫助 Shine拿到了 Double Triple Kill 在這邊拿到Triple Kill 阿傑西又直接 飛到天上去阿 哇這個傑西在上路 雖然是先手的是Volgan 那Irelia是先靠到了 但是Shine這邊還是靠著傳送 後手進場以後 還是把所有 艾斯隊的隊員都給收光了 傑西這隻角色本身在清理殘局的時候 相當強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回顧先手的FIRE隊 是決定先單打Archie這邊 過進場 也把所有的傷害打在彼爾森身上 彼爾森血量很低 酷 用閃線上去一踢把它收掉 拿到First Block 可是所有人也陷入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 這邊蜘蛛也收到極火先收到極殺 但是血量不高 這邊Shine加Toyce的兩人配合 還是讓最後還是收掉了這一個FORGAN的Irelia 對 又是一個三人過來攻擊 暈倒了之後Toyce沒有閃線 直接被米莎給收掉 看到雙Jungle這Gank能力 一個人Gank不了 你有試過兩個人嗎 而且這李鑫跟 李鑫本身前幾Gank就很強了 然後再配合有那個暈眩技能 還真的是無望不利 我弗根這邊很兇 即使面對了拿到三個人頭的Shine 傑西還是沒有任何一點退讓 看到傑西拿到三個人頭 回家是選擇出了水滴 應該是要往終極魔劍發展 剛其實在那個野球 這邊上路又再一次打起來 有雙BUFF的Shine 再一次的把FORGAN給往後推 因為小兵太多了 他不願意 躺著這麼多小兵硬上去換血 對但FORGAN看起來 是要把這條線給推掉以後 要recall 因為現在裝備上面是有點落後 再暈倒一次之後 無狀態過來 一個Q1沒有擊中 現在所有的打野角色都來到上路 哇 阿奇的位置非常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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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舉彎到最後 踩到緩速 再 蜘蛛再咬一下就死了 就是帥遠程的一個 0彎直接成功的擊殺掉了 阿奇阿奇這邊的跟上速度是有點慢喔 反而是走在最後面的阿奇先被FIRE的兩個Jungle團隊給擊殺 這時候 呃 Diamond跟Bearsen又來到了ICE的野區 這樣子的話 其實他們已經拿到了野區這邊 又是MANLIFE過來做支援 但是這個出溝被Bearsen給閃掉 Diamond的位置倒是有一點點危險被暈住了之後 上吊但是我這邊這個上吊蠻不錯的 可是還現在被支援到了 但是米塞亞也到了 米塞亞給殺掉 最後是酷我的Q1Q2成功的一腳踹死了伊莉絲 阿奇現在支援到了 米塞亞上去閃現流人 一技能流人以後 Mela也閃現上來 一了SHINE SHINE在所有 喔五個人張章被圍死 在這邊SHOT DOWN了SHINE 這一波Ice成功的在對方入侵也絕對 打出一波反打 他現在把WF一個人放在下路 其實一隻牛在還沒有到六等的時候 是不是這麼 不是這麼容易可以直接Dive掉對方的 對看到MANLIFE這邊來到 藍具也去幫助自己的隊友 是拿到了一定的優勢 相對來說 FIRE的下路組合並沒有在 一打二的狀況下拿回一點優勢喔 MANLIFE的出裝已經就是 就是告訴大家 我這場我就是要出武術血來全場跑了 看到線推到了Ice的塔下面 也回來 找到一個位置要出攻 喔 微笑利用一技能閃躲了這個 Mela的精準出攻 QDB這邊的等級也是四等 兩邊的AD support等級目前是一致的 其實在兩方的Jungle上面的發育會稍微有點差距喔 因為 在那個 呃 武裝台這邊他拿到兩個人頭三個助攻 其實發育會比 比爾森這邊還要再好一些些 對我們可以看到 李青這邊已經來到了五等喔 比爾森兩邊都是五等 看是上流的速度 以及第一波Gang可選擇的路線 喔 現在QDB躲在草叢裡面 沒有 沒有愛死隊的眼睛 但是沒有找到機會上去WQ流人的話 其實 牛在前期的換血上面是佔有一定的吃虧 我覺得比較慘在Arch這邊 他現在7分40秒50秒 他在吃紅BUFF 可是他現在只有三等 他吃到紅BUFF之後最多就會達到四等而已 就是 地方距離他等等要使用大絕來支援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再敲回去 上路的換血 Diamond走到後面過來 Diamond經過一隻眼睛要來Gank 但是Shire這邊也先上去造成了緩速效果 哇 蜘蛛的血量有點低 再利用一個大光砲上去 佛格的血量很低 Front剛剛知道 他必須要先把Diamond的血量打殘 他才不會再上來逼下一波 這樣他能夠順利跑回塔下面 這一波蜘蛛成功的幫助Shire 取得了兵線上的優勢 佛格是漏掉了幾隻兵 沒來躲在草叢裡面出鉤 草叢裡面有傳送過來 QDB這邊的位置有一點危險 還沒上到六等一個回撞 再Q把WQ起來 但是這邊燈籠拉下來以後 W還是成功點死了QDB 他虛弱跟閃線都沒招 其實他招有機會跑掉了 對 扣招上面是扣得稍微久了一點喔 不知道是否要配合六等的時候 再利用Jungle打回這一波的劣勢 比爾森現在理心五等 下路 艾斯的隊伍已經接近要把塔推掉了 硬推掉之後拉登龍 Frogan沒有想要拉登龍啊 Frogan最後還是拉登龍逃回去 這邊是艾斯隊四個人的集結成功了 拿到了下塔 中路的地方 Toys跟Bearsen往龍區這邊過來支援囉 15-12卡特艾斯這邊往龍 中間靠的 途徑 那這邊 眼睛上面兩邊在龍區都有做了視野 喔 阿奇這邊的位置有點危險 但是Bearsen的Q1沒有命中 喔 武裝他也跟了上來 這個Q1一樣被李星的 WToys給閃掉 我們可以看到兩邊中路的吃兵其實是蠻相近的喔 並沒有差異太多 是這樣的話卡薩丁的發育基本上 算是沒有被壓制到 在 往後的時候 他 因為他現在也算 還算是一隻可以收頭的角色 雖然說跟以前的那種 刺客型的 卡薩丁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 如果 在近年被拔掉的情況下 其實對於 球女的威脅上面應該是會減少 減少蠻多的 換學上面看得出來 身上六等舟的卡薩丁已經能夠 換贏球女了喔 那下面的Double Live的是獨自生存喔 沒來是不停的在中上肩做游走 哇 這邊TOYS的血量有點低被掛的點燃 好像沒辦法殺掉 剩下最後一兩個Tick的血量 哇 血量剩下50滴 我現在這邊一樣受到了對方三個人的夾擊 這場 就是變多一個人之後 那個節奏就會變得非常的快速 對而且看得出來 那Double Live在下面一扛二似乎扛的蠻好的喔 赤兵數目上面並沒有落後 而且在魔量上面他也是能夠獲勝 這邊直接閃現暈上比爾森之後 比爾森被踢到牆上面 這個地方血量還能夠鎖住 用W技能 呃 直接就是回到了丹門的身邊 對沒來剛剛那個出溝沒有溝中 如果溝中的話 比爾森應該會繳出他的小命 上路佛閨找到一個機會做單推 Shire剛剛被逼退回家 這個塔會被推掉嗎 先用遠距離做poke以後 吹吹吹起在上面清兵 塔是成功的守住了 哇Shire因為他前面拿到四個人喔 他現在終極魔劍已經在11分的時候就組出來了 米塞亞雖然魔量跟血量其實都是偏低的喔 因為剛剛Toys是Record回家 這一波要看FIRE有要集結吃小龍嗎 因為兩個Jungle都是騙在下路 哇這邊成功的中斷米塞亞的Record 這樣子就會這樣 再讓他再多掃一波冰喔 喔現在蜘蛛已經靠過去吃小龍了 這邊成功的利用對方中路回家的時間 找到一個破口 哇兩個Jungle吃那個小龍速度就非常非常快 還有兩個重擊 一個重擊中不到你有試過兩個嗎 對這邊重擊在沒有對方干擾的情況下成功的 拿到了第一條小龍FIRE 對目前的經濟上面其實 因為塔輸入後一做 所以經濟現在是持平的 看到W的其實有點動線喔 把線一直控在自己家下塔前面 而且持平速度其實還是領先微笑的喔 現在佛根狀態上面是落後於Shire這邊 Shire在塔下要做騷擾嗎 我Shire這個地方這個剛剛那個丟那個 一技能算是丟的相當不錯喔 他在放在那個地方之後Shire就算 Shire就不敢用Q技能出去衝小兵 他只要一通去人的瞬間 就會被Shire一個零完蛋給攻擊 但是這邊他一個人又被三個人給 那個關注上去捶一下之後 最後還是被Maylife給剪刀這個尾刀 這邊Shire被注射非常的嚴重 可以看到 愛死所有人的前期的兩個Jungle 配合Support都是來上面幫忙喔 那現在Diamond這一場目前是 也拿到了124的戰績 現在是在斜防上路 比爾森也繞了過來 但是Maylife這邊已經先手看到了比爾森 這個地方這個大學算是位置不錯 暈眩到了比爾森之後 Arch成功的擊殺掉了比爾森 也算是爆了昨天的一箭之仇了 現在Diamond反而被榮耀出自己家的塔 下路這邊是Double League的決定棄手 哇 蜘蛛要逃亡 這邊要是想辦法被塔Execute的嗎 可是米撒亞利用他的大絕 這個Q有造成傷害可能 這應該是沒有辦法了 三個人過來夾殺 W的被球女給吸到以後 閃現上去 最後差一點傷害 這個十字彈並沒有殺到米撒亞 而並沒有殺到Toys 可是自己也差點被塔給打死 哇 這個Play兩邊都做得非常的驚險 現在Shire剛回到線上 後面又有兩個人過來 Shire說你們是韓國人錯了嗎 這邊Shire要往前逃跑 應該是沒有辦法了 在前面拿到400的戰績之後 在接下來時間 在幾十八分鐘裡面 他被關注了四五次喔 真的是蠻慘的 聽說你是韓國知名上單 對 這邊三個人的夾擊 我們來看一下單門最後是怎麼死的 這個回播是不是有一點點過分啊 再打一下 請問這個回播是 好像沒什麼 就是 公開處形 公開處形 阿瑞里亞要逃跑 剛剛是直接交出閃線喔 可是還是被比爾森給黏住 Q1有Q2有命中 Mainline過來救援 跑上了虛弱以後要反打嗎 阿瑞里亞有反打嗎 哇這個傷害非常高 配合舞蹈大家的傷害成功的擊殺掉了 剛剛比爾森在追擊 五角台下的外面一點點的位置 但是 剛好被Mainline出勾也勾動 拖回來撞到了那個牆 多了這個兩百多的魔傷喔 所以就造成了最後血量上面直接被 Irea給砍死 那目前為止 我覺得 Mainline在對愛死這個隊伍前期的優勢來說 是主要的貢獻來源喔 他 解放 他自己離開了下路以後 離開了自己的好幾有Double Leap的說 你實在是太gay 我不想跟你走一條路 但是Double Leap的那邊 即使失去了愛人的愛以後 還是把下路現撐得很好 你可以看到現在 微笑在這個吃兵上面 並不只沒有領先 而且他跟這個 QTT的雅雷斯塔上面 是完全沒有拿到任何的助攻跟擊殺喔 弗洛根現在 又Telapult到這邊來 他帶著紅巴洪香來欺負不帥 這個Q技能 衝過來這個後面其實是有Bird Pearson阿 Bird Pearson黏了上來 但是Shut的血量很低 哇這個T把弗洛根踢到巴龍池下面 現在打到了巴龍 巴龍有一點生氣 喔剛剛第一個歐打 打手打蛋了米薩亞 身上米薩亞這邊 被扭給QTTV QTTV 終於來了 Toyce這邊 成功的配合 Diamond 成功的擊殺掉了米薩亞 但是反過來在Ice這邊的 四人是集結到了下路這邊來推塔 但是Ice這邊的四個人推塔 成功的拿到了下二塔 反而是下路線一開始壓制性比較高的FIRE 沒有先拿到下路的塔 Shire在上面成功的推掉一塔 現在塔數的交換上面還是有Ice拿到一塔的領先 Toyce跟Diamond 也找到一個機會 在米薩亞被擊殺的狀況下 來推毀這個Open的中塔 塔數其實算是還是差不多 而且這種節奏都快 然後沒有落差太大的比賽 你看到經濟基本上都不會差太多 哇無狀態 一個人在這個位置是想要來踢微笑嗎 可是旁邊其實QTTV在旁邊 我覺得他如果 這個 這個 有沒有感到 走進來了 腳兵走進來了 但是Curo這邊也是立刻逃跑 因為他只好自己身在敵影 然後自己不是造紙 我們沒有辦法七進七出 那現在 Ice隊似乎成了一個集結的狀態喔 一個陸隊 我覺得剛剛無狀態應該有點 嚇到說 哇他怎麼走進來了 好現在上路塔也被推掉了 所以Shire應該是會讓兵線進來 以後再出去吃兵喔 一開始4-1-2的戰 3-1-0的戰績 現在已經被打到4-3-2了喔 這可能是前面 Mailize配合兩個Jungle 一直狂住Shine喔 Shine的發育 其實相對來說 佛格的發育是比較好的 副格這邊的處裝也是先把公術鞋組上去之後 把那個跑速的附魔給先附上去喔 對 這是歐洲似乎是一個很蠻主流的打法 昨天我們看到這個 Swas 對也是這樣子 在Irelia的Build上面也是先選擇在三項之前先加自己的公術鞋喔 對 因為其實他本身Irelia就是一直內建任性 這邊小龍戰要爆發了嗎 Diamond 哇這一個 直接上掉 哇可是QDP這邊一個人Q起來的三個人 有讓爭取了Fire隊的一點時間 隊友跟得上來 現在是Ice隊要撤退做拉打 這個蜘蛛網沒有綁到任何人 看起來爭奪的目標是小龍 Shine的這個大光炮也沒有炸到任何人 兩邊在龍區前面做poke 但是Fork在下路帶兵線喔 他一個人在這個時間其實 他過來自然的這個速度是夠的喔 我覺得現在Fire只要往中路這邊壓下去 其實應該算是蠻OK的 我看一下Fire要怎麼做選擇 Fire決定要開戰嗎 但是開戰角色可能還是要靠亞利斯塔的這個WQ連技喔 冰線帶進去之後 現在是由Ice先開啟 比這條小龍WF中了一發傑西的EQ之後 血量非常的低 這邊比爾森站在隊伍最前面的位置 Q1沒有命中任何人 Diamond也上來做poke 這邊小龍是由傑西成功的拿到 奇怪不是有四個重擊嗎 有四個重擊不是吧 Fanshine傳送回去 哇 這時候Archie選D用大絕來開戰 跳下來 成功的音選到比爾森 比爾森收到擊殺 米塞亞這邊在進場嗎 可是似乎身上的E還沒有好 這個緩速還沒有出來 QTV跟Toys的大絕都準備要轉好這波進攻塔 艾斯如果處理不好 有機會被Toys的大絕給一次選到很多人 哇這個 現在來看一下 喔 這個塔的血量是幾乎滿的 Folgan繞到背後 所有人 QTV這個陣只有站到Folgan QTV第一個時間的血量不多被擊殺 可是球女也成功的擊殺掉了Folgan 這時候 是Fly爾要反打嗎 微笑 E的上來 我這個傷害很高 Shi成功的在擊殺掉 隊伍最前排的Archie 要做反打 W的傷害其實也是滿高的 他的R技能直接把帥 從一半左右 想要打到剩下三分之一不到 現在兩邊的經濟咬得非常的緊喔 塔數其實也是持平的 QTV這邊 W也上來要來偷對方的紅BUFF reb爾這裡的狀態還是滿狀態喔 眼睛有察覺到 所以這邊 酷爾決定撤退 看起來還是想要來 試著搶重擊看看 如果只有我微笑的話 我微笑的那個 就是拉到草叢去也是做得滿好 但是還是有機會 這個地方重擊掉了 哇這個 これ狀態還是成功的偷到最後 不過紅BUFF好像沒有拉到草叢裡面 就是他好像差一步吧 所以是沒有拉進去喔 我其實也沒辦法中絕的傷害在那段時間之內是不太可能 微笑是不太可能超過那個傷害 對 那在左側缺乏眼睛的狀況下 沒有察覺到酷波從巴龍區鑽的上來 這個紅BUFF被巴龍被酷給偷掉 博哥是當來我這傷害其實非常的高 帥直接被秒殺了 弗哥這邊拿到了三項之力以後 直接一個單打一套爆發直接把帥送回家 他對那個伊瑞里亞的操作也是做得相當不錯 這邊BUFF的Q1沒有集中沒來 腿沒來一個漂亮的扭腰喔 那米薩亞在下路單帶 QTV這邊的開戰似乎是失敗了 伊爾森 喔 上去要回踢嗎 可是被攀升給暈眩在隊伍中間 WV的回頭直接收掉了以後 QTV回推 推到的是一個米薩亞 哇 拉到了拖一次 直接殺掉之後QTV剩下一個人 就算開啟了大決也有點難逃離這個地方 無狀態繼續追擊之後 有兩隻集中性非常強的米薩亞跟福根 直接衝上去把最後是微笑給殺掉 哇 這一邊FIRE隊四個隊伍 四個隊友被擊殺可能要來吃小龍肉 那現在Diamond剛剛是沒有參與這一次的團戰 所以還在有辦法搶到這條巴龍嗎 現在還有帥也是活著的狀態 比爾森應該是有點來不及 哇 這個大光炮傷害非常的足夠 但是CD上面是比較久的 再來Diamond 有機會嗎 喔 米薩亞是上去要選擇 喔 這個重擊 最後是有 喔 最後是有比爾森成功的重擊到了 因為有兩個李星 所以我剛剛還在想到底是 哪一個李星重擊到了 沒有沒有 最後是有這個酷我給重擊到了 對 因為比爾森剛剛是才剛復活動 那這邊艾斯成功的拿到了巴龍以後 經濟的差距其實被拉近到四千塊喔 剛剛那一波中路的團戰上面 是由艾斯對戰到了絕大的優勢 其實看得出來福根對那個 伊瑞莉亞的操作算是蠻熟悉的喔 因為伊瑞莉亞他的那種接近就是 你必須要用Q進的人來Dash小兵 或者是Dash一些物體 像是蜘蛛的蜘蛛來去做爆發 然後一段兩段的貼近對方的敵人 而且我剛剛說他對自己的傷害上面也是算得非常的精準 而且剛剛 而且有帶點燃還是能夠直接一套把Shire給沒有殺掉 對 感覺上是不是抓到Shire切形態的這個時間點喔 因為照理來說 Shire應該是被打一套有機會利用錘子把對方敲飛 基本上他衝過來的那一次 你一上來你就要把他捶走了 但是 因為Frogan跟他剛剛也是Dash小 第一段是Dash小兵 就算你把他捶走之後 他還有第二段可以貼近 這時候看到FIRE隊只能採取一個手勢 經濟的插取約末在6000塊左右 現在所有的兵線都對艾斯有利 要來進攻FIRE的二塔 在視野的部分我們也可以看到 艾斯隊其實插了非常多大量的眼睛在對方的紅區 今天在FIRE這邊一定要非常小心 尤其是Shire跟Toys的位置要保持得比較好一些些喔 現在輸出主要會在他們兩個身上 而且剛起波的團戰其實都是有一點點下雪角的味道 就是在集結上面艾斯隊伍做得是比較好的 現在 艾斯已經6個人集結到了偏上半部的這個位置 Shire已經成功了組出了1337以及 額語所以他現在的物穿是GOLD 剛剛的一個配合電牆的Q技能 是打掉了米薩亞四分之一的血量 這邊再做繼續做Poke Double Lift 利用大絕消滴對方的血量 這一波塔的血量還是滿的 有辦法在塔下開戰嗎 有個人的爆團 再一發出來 可是因為艾斯他們現在是有巴龍Buff喔 所以其實基本上那個回血的速度是滿快的 對面對這個 其實FIRE隊來說其實真的比較偏Poke喔 因為在這個塔下上面 球女跟傑西的Poke能力是不錯的 但是在強開上面是沒有像有潘森跟 色雷西這麼好的強開角色 對而且其實在艾斯這邊他們的機動性真的滿強的喔 有伊瑞利亞跟米薩亞這邊選擇的卡薩丁 哇這邊又是在野區互撞 他們的等級已經輸了無狀態三等喔 在等級上面其實 艾斯隊伍也是有一定的領先喔 所以現在FIRE一定要等這個巴龍Buff結束 小龍再過一秒鐘重生 艾斯決定利用這個時間點 沒有進逼二塔 選擇再取得更多的地圖經濟 我們會看到佛根的農兵數目其實是很高的喔 他一直在帶單人的兵線 接下來下一件裝備要把藍燈組上去之後 他衝後擺能力就會變得更強喔 對可能在微笑這邊的威脅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巨大喔 現在下路二塔剛剛在前面被對方給四個人夾擊推 在很早期就被推到的狀況下面 下路的兵線一直都是以艾斯這邊非常深入FIRE 帶完兵線之後佛根回家要補裝 現在看起來艾斯隊伍要來打這個FIRE隊的紅BUFF 現在是酷的狀態先一腳踢的進去 哇 大家們直接被米薩一套上去之後 米薩的位置其實有點危險 這個地方拉到燈籠嗎 沒有要拉燈籠直接用徒步的方式往後拉 但是紅BUFF又再次被無狀態給搶走了 對 可以看到比爾森這邊雖然Q技能的命中率是蠻高的喔 但是他並且本身沒有HCCC隊伍上面沒有辦法跟上來喔 還是要靠著這一個Poke拉打以後 這開戰可能還是要靠著蜘蛛或者是李星 甚至是QTV的閃現的WQ喔 對 因為其實比爾森這邊選擇出裝就是在攻擊裝這個位置喔 那在那個武裝他這邊他選擇直接把那個 號戰者開架給升上去之後 他的坦度會比比比爾森還要高非常的多 可以看到Archie這邊的選裝上面是指出了一個新一章 這個以後就開始往團隊的取槍發育了喔 已經有出了這個軍團盾喔 即使在軍團盾改成沒有物理防禦的狀況下 他還是可以提供隊友很不錯的模仿靈器 還有大量的護盾 現在武裝在上路的草叢插了一隻直眼 看到FIRE的兵線是完全受到了壓制 他還是沒有辦法往外農兵 有機器的插去被越拉越開 FORGAN在這邊 這個FORGAN現在正在 剛剛他是挑釁的 因為不知道那個草叢裡面是否有人 現在就要看看 代理單線的能力其實在Ice這邊也是比較強大的喔 那TOWIE這邊的選裝是選擇在張背後選擇的驚人喔 因為自己主要是隊伍的主要輸出之一 必要讓自己的存活率上升 QTP過來想要抓米薩爾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過來幫忙鋪視野之後 讓微笑繼續再下路 呃...農兵 X隊伍的這個組合 如果打到現在騎將 其實FIRE隊非常難難抓喔 這邊是... 哇...抓到了比爾森 QTP有鎮起三個人 比爾森的逃跑酷爾在做追擊 這一個...虎啸龍鷹是利用... 比爾森是利用閃線的閃過 QTP這個打BQ竟然其實丟的算是相當不錯的 帥過來抓到無狀態之後 無狀態的地方 有點難跑但是 這邊過來支援的米薩爾和 WK丟大絕出來 直接把QTP的想要壓得非常低 Diamond被重點燃之後 閃線回到塔下最後一個Tick QTP有一點補血幫他補起來的感覺 喔...沒有是牛的補血 對...因為治愈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進CT喔 牛的最後一個補血 也讓這個Tick給抵消掉了 但是這邊 Ice抓到一個機會 直接...呃...五個人把上塔給點掉 所以...這個可能... 過兩天就會看到QTP成Diamond的這個... 的故事出來了 我救了你一命 感覺不是很舒服啊 對...這個感覺眼線哥... 配誰都不是很舒服啊 這邊Diamond上來 可是...呃...對方是一個李欣 應該很難做單抓喔 對方機動你實在太好了 不管是Iria李欣還是... 這個...呃...卡薩丁 其實...都是一個帶單切 你很難處理的角色 對... 現在遊戲時間已經將近三十分鐘 兩邊似乎有一點僵局 但是...是Iria單方面的壓制住了FIRE 經濟的差距已經拉到了一萬塊了 巴龍再過五秒鐘重生 這邊FIRE先搶...先做了一點視野要來做防守 現在這隻一約來變成一個很麻煩的東西喔 因為...帶著TELPO的SHIRE 他的解析其實現在要單打 是打不贏佛根的 所以他們現在會變成佛根帶單線之後 呃...就...其他五個人可以來逼巴龍喔 現在...呃...看得出來 S隊伍在清巴龍的視野 直接要跳了嗎 這個地方位置其實是有機會 但是QTV在這個位置站著... 哇...這個傷害非常的高 直接打掉接近全部的血量 開了大絕之後 沒有人要幫他擋交閃線之後 還是死掉了 這個地方TOYS也空大了 往後閃之後 WLIFE閃線上來 想要收掉TOYS TOYS開了今天但是還是死掉 BS用插眼回去微笑的血量也非常的慘啊 這邊...這一波開戰是開得相當相當有機動性的 哇...這個地方武裝派又再過來貼著Diamond Diamond剩下一個人 但是後面有五六個人在追擊派有沒有辦法逃掉呢 Q1Q2上去... 緩速上去之後... 哇...還是死掉了 而且是單殺啊 對...這個裝備的差距還是太過於巨大喔 我們看到QTV剛剛開大絕的時機 是似有點扣太晚了喔 血量剩下的大概五分之一才開大絕 對...因為他的等級跟他的那個裝備 已經...不夠坦度這些傷害了 然後最後...也蠻可憐的 沒有人要幫他擋剩下那幾發那個... WLIFE的大絕 對...然後...最後剛剛Archie後面 趁著對方撤退的時候成功了斷後 也讓自己的隊伍 再拿到三個人頭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重播 哇...這瑪莎爾...傷害直接打掉一半以後 配合Diamond往後退 Diamond表示剛剛你救我... 欸...可是我不救你 啊...就往後退 就看到QTV死掉 而且Diamond這邊的大絕 沒有成功的牽制住對方以後 驚人王還是不知道地 微笑也收到夾擊以後 倒王...痾...陣王 然後...巴龍棒又一次 就送到艾斯的掌握 剛少了那個...Shy的...Shy好像位置 稍微比較偏遠一點 Frogan過來要來單大賽 你先上去直接... 哇...這地方直接Q上去之後 開大絕傷害非常的高 就沒辦法那...QTV這邊救援成功 撞走了Frogan QTV快跑啊...這... 可能...你救了人 下一命又要長命啊 哇...什麼的狀態也是一樣 一個人被非常多個人給進攻 但是理性的機動性還不錯 阿奇這個地方的跳跳的算是相當蠻... 非常漂亮的MANLEV丟了燈籠 想救援配合... 超級厲害的 超級厲害的 很高興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